这个巨无霸大炮发射一次要三百人准备三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处心积虑地研究征服世界的策略,为了突破法国人构筑的马奇诺防线,他下令研究超重型火炮,陆军兵工署提出,这种重炮的射程,应在三十二千米以上,炮弹的威力要能穿透一米厚的钢板或二,五米厚的钢筋温凝土墙,克鲁伯兵工厂在接受任务后, 对当时所有的野战火炮、铁刀炮、要塞炮进行研究后认为,现有武器无法达到要求,至少要用七百毫米口径的巨型火炮,才能摧毁马奇诺防线,克鲁伯公司从一九三五年开始研究,但开发这样的巨炮弹何容易,万幸的是,克鲁伯公司有着许多世界上最为优秀的火炮设计大师和深厚的技术储备, 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研究成功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列车炮古斯塔夫列车炮,古斯塔夫列车炮的口径高达八百毫米,重达一千三百多吨,可将七吨重的炮弹,射击到三十七公里以外, 其性能远远超越了当年的大被杀猎车炮,由于对该火炮的性能极为满意,克鲁伯公司以他们董事长的名字,古斯塔夫命名古斯塔夫,克鲁伯卡斯特克,是当时克鲁伯公司的领袖,也就是之前那个被杀,克鲁伯的丈夫, 这门巨炮也是克鲁伯家族的最大骄傲,也是克鲁伯公司的骄傲,而该系列的第二门巨炮则被命,名为多拉多拉这是设计师爱丽西梅德姆勒勒博士Dr. Eric Amimo, Leri顾西子的名称,德国士兵显然比较喜欢后一个名字,他们把该系列的两门巨炮,都叫做多拉,这也是所谓Erdco,多拉巨炮Erdco的由来, 实际上第二门多拉巨炮,并没有参加过实战,后来直接被拆毁了,古斯塔夫列车炮体积庞大,重量巨大,一般的火车是带不动的,为了牵引这门巨炮, 克鲁伯公司还特地设计了两台功率A,1050马力,时速达60千米的巨型机车,由于开发时间过久,古斯塔夫列车炮制造完成的时候, 法兰西战役已经结束,德国人没有攻打马奇诺防线,而是用大批装甲部队,从最不适合使用坦克的阿登山区突破, 随之像秋风扫落也一样消灭了英法联军,占领了法国全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马奇诺防线确实没有被攻破,也算是攻不破的防线,古斯塔夫巨炮,似乎已经身不逢时, 好在元首希特勒对他还是非常重视的,1942年春,古斯塔夫巨炮组装完毕,并定于3月19日,进行最后的射击试验, 19日,独裁者希特勒在几位元帅和将军的陪同下,成专列从柏林来到戒备森严的鲁根沃尔德靶场,观看试射情况, 中午十二十二十分,古斯塔夫巨炮发射了一发混凝土破坏,弹,弹丸实测重量为7.086吨,火炮射角65度,射程达26.09千米, 40分钟后,即下午一时整,火炮又以射角45度,发射了一发重4.759吨的榴弹,射程达47.22千米, 这两枚炮弹都准确地击中了目标,击穿了7米厚的混凝土,与1米厚的钢板建成的模拟公式,对火炮性能非常熟悉的希特勒,对此极为满意,他对克罗伯公司称赞有加,并且命令再造出两门同样级别的大炮,还让德国军方以700万马克的巨款将这门古斯塔夫列车炮买下,希特勒对古斯塔夫列车炮非常喜爱, 他是一个火炮爱好者,马奇诺防线已经被摧毁,但不代表欧洲就没有坚固不可摧毁的要塞了,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在经历了初期的大胜以后,却没有获得莫斯科战役的胜利,双方转为相持阶段,德军的实力仍然占据着明显的上风,希特勒为了进一步击垮苏联,下令准备进行斯大林格勒战役, 要保证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就必须先灭斯大林格勒策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苏军重兵集团和海军要塞。 德军攻打克里米亚半岛的作战中,遭遇了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中最无法解决的就是塞瓦斯托波尔要塞。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早在沙俄时期的1789年,就被定为为一个要塞城市,沙俄在此处曾经修筑过集围间,雇了要塞群,到了苏联时期又有极大增强。 由于该地被定为是苏联黑海舰队的基地和乌克兰防御的核心,苏军对它非常重视,经过苏联军民长时间的修建,整个塞瓦斯托波尔,成为一个坚固无比的要塞群。 其防御能力的强大丝毫不亚于马奇诺防线,以塞瓦斯托波尔市区为地,围绕城市绵延360公里的矩形地带,苏联人同配置了12个永久要塞群,占全部克里木要塞数量的75%,一该是最强的Udko马克西姆高尔基IHotko,连装炮塔,要再来说,它拥有1934年制造的双连装305毫米去炮, 舍程达到44公里,外部防御层形状,酷似当时的战列舰炮塔,由200到300毫米厚的装甲板全体包裹,炮塔下面有三层永固公式,每层永久或凝土,天盖,都厚达3000到4000毫米,此整个要塞周围都被永久或凝土装甲板覆盖,用地下通道和小型铁路连接,在山地部分更设置难以数据的暗保,火力点, 所有的要塞炮塔都是下沉式安装,且具有绝对优势设计,理论上绝不可能对该防御地带进行地面攻击,而且设计者将要塞的弹药存放在地下深达30米的Udko Kulabitko, 主弹药库中,可以抵抗住任何德国现有火炮和空军的打击,负责指挥作战的曼斯坦因元帅,在塞瓦斯托波,而要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6个月的时间内,他击中前后集中7个师的部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进攻,都没能攻陷这个城市, 德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三、四型坦克,88毫米火炮,斯卡图轰炸机在这些钢铁要塞面前,根本无能为力,鉴于战局如此不顺利, 马斯坦因只得向后方球员,要求调动重炮,最终数百门大口进火炮运送到前线,包括其中427毫米卡尔铁道排击炮,615毫米铁道加农炮,280毫米K5铁道加农炮, 这些所谓的巨炮同古斯塔夫巨炮相比,也只算是小兄弟了,古斯塔夫巨炮的重量太大,根本无法整体运输, 它在3月份分解成几部分,由三辆列车,运送到塞瓦斯托波尔前线,光是车厢就有25节之多,列车全长达到1公里多,由于该炮重量太大,虽然分解了,普通铁路桥仍然承受不了,最终运载巨炮的列车,被迫绕了数百公里的路,才送到前线,运送到前线以后,铁道的尽头离塞瓦斯托波尔,还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巨炮只能仍在原地等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德国人派出大批工兵,紧急修筑了一条铁路支线,古斯塔夫巨炮通过这条铁路,终于开到了最前线,离塞瓦斯托波尔只有16公里, 4月初,古斯塔夫列车炮,开始在铁路上架设,它的架设场面极为惊人,古斯塔夫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火炮,它具有,战术作用,首先由一个300人的工兵营,负责火炮的组装工作, 对于重达数百吨的主要零件,只能用两台巨型起重机吊装底座,然后安装炮架,炮管和装弹机构,安装工作花费了整整三周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古斯塔夫列车炮上空,由德军战斗机巡逻保护,附近还有两个高炮连协助防空,除此以外还调动了大量德军负责附近的警戒工作, 仅仅这批人就有2000人,在古斯塔夫列车炮附近,一共有德军官兵和技术专家4000多人,相当于一个步兵旅了, 火炮架设好以后,整炮长43米,宽7米,高12米,有四层楼那么高,简直相当于一艘军舰, 它的炮弹也大的惊人,有7米长,竖起来比两层楼还高,其中一种炮弹用于破坏混凝土原地, 它则重达7吨,内装2000公斤炸药,它的威力足以击穿34000米外厚度,为0.85米的混凝土墙,由于炮弹过重, 只能用一辆轻型坦克,将炮弹推入炮堂,古斯塔夫巨炮射击事后,由一名上校负责指挥, 直接操作火炮的士兵多达1000人,另外还有数百人的维修保养人员,前后准备调试了一个月才彻底完成, 6月7日古斯塔夫巨炮,开始向塞巴斯托波尔开始炮击,可以说,古斯塔夫巨炮的可怕性,是它的设计者们也没有想到, 古斯塔夫以及慢的速度一发发的射击,每一发炮弹射出,就伴随着巨大的破坏力, 它前后射击了48发炮管一次性使用的最大寿命,击毁了塞巴斯托波尔的五个要塞群, 其中在连射九发以后,其中一发炮弹穿透了库拉贝主弹药裤,上面30米的土地, 包括10米混凝土墙,将其引爆,在古斯塔夫巨炮的帮助下, 德军第三次进攻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摧毁了全部的要塞,攻占了该城, 俘虏十万苏军,完全占领了苏联的南部,之后德军逐步失去了战场主动权, 古斯塔夫再也没有参加战斗,他曾经回国进行检修和重新安装唐县, 然后送到列宁格勒前线,由于整炮太重,价格太高700万马克, 寿命太短仅仅可以发射200发,每发射40多发,就会磨损掉全部唐线, 需要绝对战场制空权的保护,以及大量的辅助人员和设施, 古斯塔夫巨炮被德军指挥官认为并不实用,只能用于特种作战, 没有给予太大的重视,对于古斯塔夫最大威胁, 也就是敌军的飞机,它的体积太大,根本弹不上隐蔽, 列车炮的结构精密,又完全没有防御能力, 一两枚重爆炸弹,即可将其炸伤导致无法使用, 对于古斯塔夫巨炮来说,一旦受伤只能送回德国维修, 这一来一回又是几个的时间,运输过程中又会有巨大的花费, 简单来说,古斯塔夫只有在几方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如果只是有一部分制空权,就不能冒险使用巨炮, 苏联因为都有大量的攻击机, 所以古斯塔夫巨炮的使用,必然受到严重限制, 当他运送到列宁格勒前线时,却正好遇上了苏联人的反击, 古斯塔夫巨炮,只得再一次被运回国内, 此时古斯塔夫系列的第二门巨炮多拉, 也运送到了斯大林格勒前线, 该炮经过一个月时间的架设和准备以后, 还了没来得及使用, 苏联却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反攻, 试图和维德军, 多拉巨炮只好赶忙从前线撤走, 侥幸突破了苏联人的包围圈, 之后再没有用过, 由此德军开始失去战场的主动权, 制空权自然也无法保证, 古斯塔夫系列巨炮无法及时移动, 目标又特别巨大, 一旦遭遇苏军飞机的轰炸就很容易被摧毁, 所以也就是一直没有使用, 直到1945年4月22日, 古斯塔夫列车炮被德国人自行拆毁, 多拉列车炮也在同时被炸毁。